前段时间,李嘉诚在香港参加活动时,前后左右围着十几个保镖,个个身材高大,老爷子都92岁了,出门带着这么多人,可以说是净显豪门气派。 而与此同时,有媒体晒出一组郭晋晶公公霍振亭外出购物的照片,当天霍振亭穿着一件蓝色的风衣,打扮相当低调休闲,独自逛廉价超市,买东西的时候也是先后对比了好几种价格。 就像是个普通的老爷爷一样,完全看不出是豪门大人物,作为香港数一数二的商界大佬,霍振亭的实力无庸置疑,霍家也是有名的豪门,霍振亭不用保镖,是单纯的节俭嫌麻烦,还是说没必要呢? 这就不得不牵扯出前程往事,那些年风起云涌的豪门生活,香港的富豪一向不少,过去他们为了自己的安全都会顾保镖,这种情况很正常, 其实说白了就是安全的问题,因为香港在90年代发生了多起富豪被绑架案件,所以豪门们都非常担心安保的问题。 据说当年李嘉诚的好朋友王德辉被绑架后,至今都是下落不明,留下的830亿遗产,后来引发了家族资产的争夺,很多年才平息。 这个事情给香港富豪敲响了警钟,赌亡之子之前带着妻子跟女儿去逛商场,前后左右就有四五个保镖跟着,而甘比去买一只冰淇淋,竟然带了五六个保镖,这还不是最夸张的。 李嘉诚一家是最注重人事安全的,他们一家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保镖团队,一天24小时,每时每刻都必须守护在李嘉诚的身边,防御系统可以说是坚不可摧。 这些保镖的年薪并不低,甚至有的能达到上百万,而李嘉诚一下子雇佣这么多,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这样谨慎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李嘉诚少年时期逃难到了香港,22岁李嘉诚开始创业,他是在50年代开始发家的。 1996年,李嘉诚的大儿子在下班途中遭遇绑架,最后经过一番周折,用了很多钱才找回儿子, 但这件事却给李嘉诚造成了极大的阴影,或许这么小心也有这一部分原因。 当年霍英东也是唯一一个敢不带保镖出行的富商,并不是霍英东不如其他几位有钱。 要知道霍英东是香港发展史中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,他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了一个属于霍氏家族的商业帝国。 当年整个香港只有200多万人口,而霍英东总有60多家企业,雇佣的人员就超过10万, 规模之庞大,就算是放到现在,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。 就是这样一个家族,霍英东却敢不带保镖出门,那几年霍英东也在尽力做着一些事情, 当时别的富豪都不敢出手,他毫不犹豫地往大陆投资,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。 而作为霍英东的长子,霍振廷见证了整个家族的发展壮大,许多人可能会发现一个细节, 郭晶晶跟霍启刚在网上晒出自己的孩子,从来都是大大方方不打马赛克的。 这一点同样作为富商的李嘉诚是做不到的,可以说霍家很好地延续了霍老爷子的教会, 尤其是郭晶晶嫁过来之后,可以说是锦上添花。 郭晶晶从七岁就开始进行跳水训练,一直到十二岁入选国家队。 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,郭晶晶一战成名,霍英东的孙子霍启刚也就是在那时遇到郭晶晶的。 在郭晶晶比赛时,霍启刚对他一见钟情,为了追郭晶晶还去看了多场比赛。 霍启刚是霍家的敌长孙,在家族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 未来按理说是霍家的第三代接班人,霍启刚也是霍英东最喜欢的孙子。 霍英东本身非常热爱体育,可以说是尽心尽力,这一点也体现在了霍启刚身上。 2000年奥运会之后,郭晶晶随奥运冠军代表团访问香港,赌王邀请他们来澳门,当时霍启刚也在。 就这样霍启刚鼓起勇气,要了郭晶晶的电话号码。 郭晶晶渐渐喜欢上了霍启刚,两人最终走到一起。 外人都说,霍启刚跟郭晶晶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。 但当时霍启刚跟郭晶晶在一起,霍英东也是特别高兴。 因为霍英东认为这是霍家跟体育缘分的一种再序,但是霍英东也没有着急让郭晶晶嫁过来,而是让他专心准备比赛。 果不其然,北京奥运会上郭晶晶再次成功,当时还是霍振廷老先生亲自给他颁奖的。 霍英东去世后,霍家确实地位跟影响力都下降了,但一个人的加入改变了局面,这个人就是郭晶晶。 郭晶晶退役之后又出国深造了几年,在2012年才决定跟霍启刚结婚,当时两人已经恋爱八年了,可以说非常久了。 当年这个消息是震撼了香港跟内地,据说他们两个人的婚礼足足办了三场,豪门有很多,但冠军却没几个。 这是郭晶晶对于嫁入豪门的态度,就连霍家掌门人霍振廷都表态,谢谢晶晶下嫁给霍启刚。 虽然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,可是她凭借自身努力拿下冠军无数,达到了很多人毕生不可奇迹的高度,这让霍家和体育再次联系。 而郭晶晶带给霍家的远不止这些,结婚多年,郭晶晶始终勤俭持假,她身上所用的,所穿的,都是一些平价用品,出席活动用三元的头绳,几十块钱的鞋,甚至有一次郭晶晶被拍到自己去菜市场买菜,可以说是一点价子都没有。 霍振廷更是教育子女们,要注重体育事业和慈善事业发展,所以霍家的公益事业一直也没停过,郭晶晶也是大力做慈善,对待孩子的教育,郭晶晶也同样。 一次公公霍振廷想去看孙子,但是这孩子当时没有写好作业,郭晶晶坚持等孩子写完作业才能玩,就算爷爷来了也不行。 以至于霍振廷每次看孙子都会提前预约,和郭晶晶打好招呼,这也足以看出独属于郭晶晶身上的品质。 前段时间,郭晶晶与霍起杠一家四口现身机场,亲自抱着孩子,身边也完全没有保镖,霍家上上下下可以说都延续着一直以来的品质。 事实证明,霍家不带保镖出门不是地位不足,而是真的不怕,一家人都堂堂正正,这样的豪门真正让人佩服。